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自日本的好朋友 许多是我的老朋友 同时 今天现场也有许多我们台北市的年轻朋友 学生代表 能够有这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 我想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首先 当然在今年的5月 我到日本东京访问 当时就有拜会自民党青年局 受到林务局长以及许多青年局朋友的热情接待 非常感谢 当时我们就有谈到 在6月1号台北市的青年局正式成立 可以跟自民党青年局有更多具体的合作 今天能够邀请到青年局的海外演习团 与我们台北市年轻学生的代表对谈 以及邀请到林务会主局长来演讲 我想这就是当时我们所谈到的 能够密切合作具体的实践以及落实 政党青年局跟台北市 我们是有非常力切的交流 很多都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 今天这样的安排 我觉得非常难得 更重要 我们也希望让台湾和日本之间 这样非常紧密的关系能够持续 能够让我们年轻的一代 也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相互的合作 我们台湾的年轻朋友 有看过航海王的局长 所以里面有一个经典台词 我很喜欢叫做 俺たちは仲間だ 所以我常看到很多日本的年轻朋友 都会跟他们讲到 因为我也很喜欢航海王 也告诉我们的日本的朋友 我们是非常好的国家 所以也透过很多 不管是文化 影视 漫画 大家可以相互更加彼此了解 我相信这一次 日本青年局他们 还有一些团人选到来台北 也是很希望 我们能够跟我们台湾年轻学子 有一些互动 交互的认识 再次的感谢屏幕局长 以及我们所有日本好朋友 这次前来台湾 日本的自民党的青年局 成立的历史有久多年 非常多可以去学习跟交流的地方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也成立很久 到现在可能已经进入第三个月了 今天交流可以当作是第一步 台北市青年局会以四个认识作为目标 持续的跟这个世界 跟我们人一起同情 这四个认识就是 认识市场 认识社会 认识世界 认识世界 那我们就期待今天接下来交流 也期待从今天开始往后 每一次有更多 美国日本好朋友的交流就期待 谢谢大家 晚上特意煌煌煌的街 我其实在5月 我还在5月晚上 在银座上走过去 最近在網上也有眾人 而在我身邊看到我的身體 然後 ze很多人在眼前在飛行上, 也就是小番armしよう 一瞬声を掛けようか掛けないか 場所が場所だったので悩んだんですけど 一人的ではなくて議員局長を始め デリゲーションの皆さんで この夜の銀座の参考をして 視聴者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に投稿して下さっていました 是非我が方の声明局のメンバーも市長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をフォローされてください すごく発信力がある そしてそのストーリーというか伝え方というものは 政治家の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なものだなと いかに伝え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だなということも 皆さんも共感をされると思います 私たち政治家は幸せは何かということを定義するのが仕事では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私たち政治家の役割とそして責任というのは 皆さんの追い求める幸せを後押しをしていく それが私たちの役割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だからこそ時には難しい政策議論を呼ぶような政治判断というの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が 市長のように発信力であるとかそしてまたしっかりと伝えていく こういった良い素晴らしいリーダーが皆さんが持っていらっしゃるということを心から 私たちの役割としてもらったことができるのもあると思います 私たち政治家の選挙も市長とそしてまた台北市の新たに この青年級の皆さんと共に未来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活動包括促成海外演習団 与台北市年輕学生代表對談 让双方青年局攜手合作 以及林墨桂子局長演讲 蒋王安希望未来透过类似活動 带领台湾与日本年輕人起居一堂 彼此之間能够更深入的了解 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これは父親節の礼物 私は見えない 13歳の家庵 母親在2年前病逝 留下他和3位弟弟妹妹 泰国籍的父親因閱讀中文有困難 身為長子的家庵 努力成為爸爸的最好幫手 可能爸爸他會有 公司可能有通知單之類 或者是我的學校 我就會可能幫他念 就是在他中文沒有那麼熟的時候 還有可能在家裡 我也會幫忙 那種父母的弟弟 之前就是我的負責上班 工作 拼命的上班 小朋友都是我和大哥去管 去看的 現在我是分一點的時間 給小朋友買的 母親是越南籍的小展 出生後就因照顧問題被送回越南 8歲回到台灣就學 因為不會中文 在自身努力與學校加強輔導下 成績穩定上升 一開始是先從同學中午吃完份就會睡覺 但是我是會一個禮拜三天時間會中午去那邊學 然後學完就回班上 回班上回家之後再用手機或電視播一些中文的教學影片 然後再幫忙學習 那媽媽有教你嗎 媽媽有 就是一開始 剛來學校了一個月的時間 媽媽會請假 然後一個月就一直在旁邊翻譯給我 老師在搜索 媽媽有什麼話想要跟小展說嗎 有點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說 就希望兒子是好好的長大 然後長大之後就變成一個人才 媽媽現在也老了 就希望以後日子就靠他 然後我希望他是變成是一棵大樹 想大出爸爸生病的時候 是你一個人撐起了這個家 母親是印尼籍的小雅 父親因病造成腦部損傷 母親中文讀寫較吃力 成績優異的小雅 協助母親完成低收入戶申請 減輕家中負擔 對大家的困難是什麼對你來說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收入不穩定 小孩讀書會也要叫 然後都想這個要這麼慎勤請付出 才可以幫助小朋友 對 所以媽媽是會講中文 但是中文不會 對你是讀跟寫比較困難 對 我讀錯 就是比較不會一點 對 那那一些資料怎麼辦 你真的要申請的資料怎麼辦 就是交秀丫幫我寫幫我看 所以是小雅來寫那些資料 你有沒有因為這樣然後覺得說 嗯我以後呢要做些什麼不一樣的 就是自從爸爸生病之後就現在媽媽 然後媽媽也是沒有懂很多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申請一大堆東西 然後我就跟媽媽一起去跑 就是去公所啊或醫院啊做一些申請 然後所以不會懂一些那個程序什麼 所以你現在連所有的程序幾乎都很熟了對不對 然後就是我想要往那個法律的方向前進 哦所以現在小雅剛生國中而已 他已經有這樣子的想法囉 在家福基金會輔助的個案中 有3799戶是新住民家庭 佔了14.7% 其中6乘6是單親 而弱勢新二代首要困擾是學校適應 且有近半數弱勢新住民家長有生障或疾病困擾 在沒有求助或支援下 將成為隱藏在社會中看不見的貧窮 家福輔助的家庭當中有15%是新住民的朋友 他們最大的困境就是在孩子的部分 學校適應是他們最大的議題 超過五分之一的孩子 大概21%左右的孩童 他們在學校適應上是有一些困難的 而在家長的部分還有孩童的部分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在身心障礙或者是疾病 等等的議題 大概有16%以上的家庭都有這樣的困擾 因為在整個疾病方面 讓他們在很多的工作上就業 還有在生活上面都會產生一些困難 也就是在經濟部分也就會有很大的議題 那無窮世代最主要在今年關注到 這個比較看不見的一個貧窮 就是一般社會當中對於新住民的朋友 可能在他們在孩童在學校適應 以及在文化語言在生活適應上面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去關注到 他們真正的一個需求 所以透過無窮世代的一個訴求 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看到一些在社會上 能夠有更多的關注 可以在學習的一個品質上面 還有生活穩定等等的可以得到更多的一個幫忙 家福基金會在無窮世代的部分主要有四個大的一個目標 包括生活穩定 教育提升 能力建構 還有極難救助 那特別是在教育提升的部分 我們提供了像獎助學金 在以2023年最近這一年來講 我們就提供了四量五千人次的一個獎助學金 其中有15%以上是在新住民的一個關懷上面 另外在學用品的一個補助上面 也是無窮世代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特別是他們在一些學習工具 還有在學習資源的部分 這個部分一般社會大眾可能關注的比較少 所以透過無窮世代一個集體的一個力量 能夠讓他們這些孩子能夠在學習用品的部分 得到比較多的一些協助 為了接住這些被遺忘的孩子 幫助他們逆轉人生 家福基金會延續長達12年的無窮世代計畫 今年募款目標為8000萬元 期盼社會大眾伸出援手 祝弱勢而少安心學習好好生活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 行事局專案小組人員小心翼翼進行攻堅 順利破獲上市煙蛋分裝廠 另外海關人員與行事局幹員 也從郵寄包裹中查獲數量龐大的上市煙蛋 及超過一公斤重的伊托米紙 這是伊托米紙在8月5號正式被列為三級毒品後 國內破獲的手中跨國走勢案 行事局方面說明偵辦經過 案件專案小組的一個收證鎖定該販毒集團 位於台中地區的一個分張據點 那並於113年7月3日來執行搜索 那查獲伊托米紙的一個煙蛋分裝廠一處 那並且案件溯源之後 那鎖定其它的供貨的一個管道 在於113年7月19日 從成功攔截一批從境外空運至我國的一個包裹 那內藏伊托米紙的一個粉末 進重超過一千多公克 那警方並於新北以及宜蘭等地區 展開一個查信的行動 那總計兩波的行動 共查獲六名犯險道案 並且查扣伊托米紙的一個煙蛋總計616顆 以及伊托米紙的一個粉末1314公克 以及大量的一個製造工具 那初估可再製成一萬五千顆的一個煙蛋 那估計市值超過新台幣三千萬元 警方調查流行嫌犯還自創商標品牌 並囂張地在網路上播放行銷廣告 每顆煙蛋售價兩千元 買家以ATM現金存款付費 再透過超商電道店取貨 在現場查獲上市煙蛋126顆 還有已經剩有上市煙蛋的主材料 伊托米紙的煙油一大塊 另有這個嫌犯他製作相當精良的 他自認牛品牌的也是煙蛋 煙蛋126顆126顆 那一些分裝的一些器具 包含點二醇甘油香劑等等 那現場還有甚至還有這個 他自己製作商標的一個商標機都佔了 全案已經依違反藥事法 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 新事局方面表示 將持續追查 東南亞伊托米紙來源 也呼籲民眾 遠離這類的危險毒品 保護自己及家人的身心健康 記者張其騰台北報導 學員聚精會神地聽著導覽老師 講解孔妙的歷史以及建築特色 並不時拿起手機拍照或是勤作筆記 就是要將每個重點記錄下來 大同區公所舉辦新住民 發現大同即參與次預算文化走讀班 帶領學員認識大同區的歷史與災地故事 不只新住民學員 就連土生土長的大同區民 都覺得收穫良多 我是在底化街附近長大的 所以今天來是參加這個走讀 才知道說原來原山那邊有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日式建築 老師也很詳細的介紹 那走到孔廟這邊有看到 我為了老師其中有個字怎麼唸 他說那個叫萬任工牆 很特別 我們才知道說由來是什麼 那介紹了孔廟裡面的建築 他的木造 還有他的毛筍的這些做法 這讓我一下也深刻 那因為我帶了小朋友來 帶我的孫女 我是阿嬤了 所以明年我們還會繼續報名參加這個活動 來參加這個走讀 讓他們知道說我們台北是一個什麼樣的都市 那我們長大的地方 謝謝老師 還有謝謝那個區公所今天辦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很深入的去了解 就可以知道台北市有哪些文化吧 因為我們還是在台北市走動 然後看到裡面的可能有孔廟啦 一些附近的圓山附近的 我想說覺得也很有趣啦 因為每次自己走過去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文化 我反而覺得這次來 我覺得更深入了解說 原來這東西是有各個的意義啊 包括他剛剛的屋簷啊 是幾層啊 然後是有一些小小的巧思 因為每次帶小朋友來看看走走就走掉了 也不知道任何的文化 那我覺得有走讀這個東西可以更深入他的 了解他的更細節的意義這樣子 對 大雄寶殿我覺得是 因為我常常有去出國嘛 也會去走人家寺廟 可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寺廟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 而且在那麼市區的地方 它一個這麼這樣木質性的一個神社跟寺廟 我覺得很香啦 因為光過去的時候木質的香味 而且保存得很漂亮 我會想要特別找時間帶家人 再過去看那一個所謂大雄寶殿 我覺得很有意義 這個叫做斗 有沒有斗 這斗就是一個類似正方形的東西 這個叫做拱 所以你看喔 這個拱啊 拱的尾端會接一斗 有沒有發現 然後斗呢 再接一個更長的拱 有沒有 然後拱的最最終端又是一個斗 然後這個斗呢 它又跟厲害可以接好幾個拱 所以這樣子 直接接上去 不需要用一根釘子 就是用筍毛結構 它就是這個斗有刻那個溝槽 所以就這樣 課程透過專業導覽老師 帶領學員深度了解北大同大隆同地區 周邊的歷史人文與建築特色 像是鄰濟護國禪寺 花博針驗館 臨勝院 四十四砍就職 以及保安宮 孔廟等特色景點 並融合台灣發展歷史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讓學員認識多元文化特色 感受大同區的魅力 你會發現這個從捷運圓山站出來 附近就有很多就是建築 那這個建築呢 它有那種就是傳統的閩南式的風格 然後也有日本的風格 也有我們那個戰後之後 為了就是中華正統 然後有一些北京那方面 就是風格的一些建築物 在這個地方都看得到 那所以說呢 這是一個非常交通方便 而且走路還蠻適合散步的地方 那也是一個北大同大隆同這邊的一個特色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以前也是文風非常鼎盛的地方 有出非常多名人這樣子 對 所以這邊也可以邊走讀 然後可以邊聽一些精彩的故事這樣子 對 那關於能學到什麼 我會覺得說 就是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故事 那它是可以彰顯過去 因為現在台北的發展速度過快 那大家一直往前走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國家他們在重視他們一些歷史 過去的一些文化這樣子 那我當然也希望就是透過這次走讀 那發現北台灣這個地方可以很近 就是捷運在附近就有 可以體驗這麼多多元文化的地方 對 那我也是希望他們可以 藉由簡單一個下午的一個走讀 對 那就可以很簡單 很平易近人的就了解這些文化這樣子 會比較著重在看得到的部分 那我就跟他們強調說 當初的比如說日本人的政策 或者是說這個廟就當初是找大陸的匠師來 因為這個本土這邊 因為日本人的統治 那匠師也是日本派的 那所以這方面能蓋出這樣的房子 就是因為跟大陸有連結 所以我們就是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時空背景來跟他們做解釋這樣子 大同區公所期盼透過漫遊在地景點 帶領學員認識大同區的人文歷史 並融入大同區參與式預算成果 鼓勵學員加入參與式預算提案行列 在感受大同區的人文風華同時 也加深新住民與在地民眾的社區意識 記者李錫會台北報導 搭起彭子 李明陸續準備公平 一同來祭拜鬼神表達敬意 台北市中正區往西里 每年舉辦社區中原普渡 提供場地設備讓民眾齊聚參拜 同時聯繫社區情誼 就來這邊我們里長很好 他每年都有舉辦 我們每人都來這邊參加 順便交流大家 朋友可以聚一聚 我們的里長很親切 對黎明很好 平常都很照顧大家 所以我們每次聚在一起 都像一家人 平常可能對祖先 好像是在另外一個世界 可是今天的時候 大家把這個錢子給過世人懷舊 懷念他 感念他的恩德 所以就配合我們市政府 在這一天的時候 把這個金子寫出來 懷念 讓他子孫也看到 原來這個 過去的這種仙人 為這個社區 為這個里里面 各個家庭的貢獻那麼多 在這個時候 我們懷舊 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配合政府這樣做 所以我們每一年 在這個普渡的時候 一定要跟大家宣導 一定要出來 來做一個小小的一個 這種紀念性的一個活動 大家都很願意配合 我們感到很欣慰這樣 里長也配合師父推行 環抱集中燒金紙 尊重宗教信仰 同時兼顧減少空氣污染 里長也特別挑選 參加活動的小禮品 籌備大小事滿是新意 比方說燒錢紙 這些環境污染 他特別要呼籲大家集中處理 所以我們往西裡 每一年在辦中東平台普渡數都宣導 大家集中在一起 能夠配合政府政策 對這環境要有一種 非常好注意這些小的細節 所以大家很能夠 很能夠就是說 把這個新的觀念 通通帶進來 所以里面 尤其是周邊的里面 通通一起來共襄盛舉 我覺得這是教育的 達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因此我們在這方面 多大宣導 另外就是說 每一年我們借這個集會 讓大家能夠聚在一起 有一個社區營造的環境 大家人和人互動非常好 因此呢 如果說每一戶來的時候 我們要送一個平安米 這個平安米也是 我們精挑細選 我們叫做一個七葉藍的香米 這才可以講 數一數二的一個良質的米 這給他一種精神的慰問一下 所以今天來了 大家結個圓 這個米我不是替他打廣告 做起來非常的美味 大家看著這個 也願意出來 大家聊聊天 聚一聚 這是一個我們在社區裡面 基本盤應該跟大家 凝聚的一個好的時機 跟一個好個店 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然後附近的居民 那剛好都是霞區的民眾 那我們就會藉由 大家人比較多的時候聚集起來 我們就是會進行一個 反詐騙或是反毒 或是比如說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行一些 反貪污的一些宣導 那告訴阿姨伯伯們 最新的詐騙手法是什麼 那就是有問題阿 都可以到我們派出所去做詢問 那我們都會跟他們分享一些 我們最新碰到的事情 對 像今天我是剛好來宣導反毒 然後就是有一些讀影介製的機構 那都會介紹給大家 對對對 然後就是都會順便說一下 最近新的詐騙手法 比如說一樣 可是其實手法其實都蠻 對都蠻接近 比如說異地鏈啊 外國的那種 或是 房子 房子的裝潢費用之類的 那我們其實銀行的 銀行機構 他們其實都已經很敏感了 對都會馬上通知我們派出所 前往去關懷提問 所以有時候真的都要請這個辦公室的 這個助理當我的分身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現在兩點 就在現在兩點 我可能呢 就是已經有 同時有大概有七場 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一個人可能分身發出 我很怕說我到了之後 人家就已經收了 然後就來不及之後 就要請助理出來幫忙 然後但是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基本上我都是一個人要到 對我來講 就是因為一年有幾個大節日 那包括普渡也是其中一個 接下來有中秋節 然後我們都會自己去的原因是因為 平常選民可能要找我們的話 要嘛是選服跟我們約 那如果只有在這種就是公開的場合 就是選民就是可以看到我們 然後我們來跟他們聊聊天 其實常常在這種場合 我們也在接選民服務 農曆七月許多區裡 都會舉辦聯合普渡奇安納福 各地都用不同的方式 展現對中原普渡以及對好兄弟的敬意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擁持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台北市新生公園網球場管理室動土改建 要成為首座室內實彈射擊拔場 及無障礙運動的友善場館 台北市長蔣萬安帶領相關單位一同祈福工程順利 預計2026年完工啟用 整個環境在都市的過程中 我們跟市政府保證 我們會融入台北市政府的整個都市環境 然後不會突兀 非常融洽的在這個地方為各位服務 那接下來我們做一個兩分鐘的動畫 我們的成果報告跟各位做個分享 很有特色的 邊運動邊聽到飛機的聲音 很有臨場感 對 整個館場都是無障礙的設計一套 所有的部分都是順勢平接 然後除了通用以外更加無障礙 然後我們銜接我們現在這個廣修廠 未來整個完工會整個復原 不會用原本的使用 室外通路都是無障礙通路 符合輪影夢公園未來的期待 入口街我們現在既有的新增游泳池 有做兩邊的穿廊通道 可以做風雨走廊 然後我們有做這個手搖車的租賃 未來停放區 大廳進來是我們的櫃台跟休憶空間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除了基本的建築法規要求外 我們兩步的電梯全部都是無障礙電梯 所以未來工生浪是優先使用的一個服務好電梯 我們的體驗中間可以往外看到我們的網球場 是非常開闊的一個運動空間 兩步都是無障礙的電梯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特別設計的就是 真的無障礙的雨球的一個設備 它可以用無障礙的設施去打雨球 B1就是我們設計的法廠 10公尺的空氣槍跟25公尺的火藥 在晚上我們也在民主東的沿街做了一個簡單的燈光的設計 希望在晚上的新生公園的東南角有一個明亮的一處運動公園 我們其實規劃所謂的運動中心2.0 也就是叫台北藥動物館 這個念藥不念月 大家記得藥活就要動 藥,藥動物館 主要也就是考量希望我們在現有12區運動中心的基礎之上 我們再進一步的規劃台北市盤點9處 來設立我們的運動中心2.0 我們叫做藥動物館 那在應該今年4月 我們在士林 第一個 就是克強 我們把它 原本是克強游泳池 規劃成為第一個 我們台北藥動館開工動土的第一個里程碑 也很謝謝大家在當天陪著我們見證 那今天第二座 我們要正式動工啟用 來到了我們中山區 是我個人非常喜愛 也最熟悉的新生公園 也謝謝曾宇議員大力的支持 台北藥動館新生館 臨近新生公園 場館規劃地上三層 地下一層建築 內涵體事能中心 運動教室 多功能教室 親子休憩空間 及綜合球場 並設置室內設計拔場 作為場館主軸特色 戶外人保有游泳池 網球場 籃球場等設施 我們新生公園 這邊規劃的第二座腰動館 我們一館以特色 在新規劃的新生館 我們除了維持既有的游泳池 籃球場 網球場以外 還有綜合球場 體事能中心 多功能運動教室 另外 它的特色是 我們會有 全國第一座實彈射擊拔場 而且我們的特色 也是希望 無障礙友善的設施 我們未來 也希望 讓身上朋友 能夠一起參與 我們各項的運動 那之所以 會有這樣的發想 大家也知道 台北市 我們第一座運動 也在中山區 中山運動中心 民國92年設立 到現在也超過了20年 那各區成立以後 到今天 每一年 都有一千萬人次 進出我們的運動中心 而且坦白講 已經有些不服使用 而且也都已經 有相當的歷史 所以我們規劃九處的 台北藥動館 我們期待 第一 希望讓台北市 我們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 從現在超過38% 大概39 是六都第一 但我們不以此自滿 我們的目標是要 突破40% 另外第二 我們希望 未來的九處藥動館 加上既有的十二處運動中心 讓我們使用 場館的人次 能夠再增加25%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達成 那很感謝 中央體育署 給我們各方面的協助 經費的支持 那也謝謝我們在地里長 大家共同的支持 未來 我們在施工的過程 我們也希望 里長協助我們溝通 把對於周遭 住戶的衝擊降到最低 我們一定會努力的達成 那最後 我們也很希望這項工程 我們預計是在115年 能夠完成 希望如期 如值的完工 那我也要謝謝我們 施工團隊 營造廠 我們的建築師 以及許多的夥伴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們希望屆時在這邊 正式開幕啟用的時候 再一次齊去玉堂 台北藥東館計畫 透過改建或整修 既有老舊公共建築 選擇運動資源 較為稀缺區域 打造藥東館 將在六年內 以一管一特色為方向 批建九座台北藥東館 朝運動制度買進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台北藥東館三任 主父母和孫子女組隊 一起製作可愛的 布織布故事手偶 先用安全針線進行縫合 再黏上五關 並發揮創意 進行裝飾 各種動物造型的手偶 就完成了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舉辦Darling Blownly 幸福大同So Easy活動 邀請六十歲以上長者 和孫子女一起參加 透過一系列好玩的活動 增進彼此的互動與情感 我男生呢 我那個海報傳給他 用手機傳給他 他說這個活動不錯 要不要 就跟他一起去 我說剛好是他實際 所以他說 好啦 那我就帶他來 那個布袋戲 我們小時候有看過 可是現在的都沒有看過 我覺得這個活動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剛剛他們是 暑假就帶他來 所以我們這個觀眾 是給我們的機會 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學習 我們那個古時候那個 我們文化不能燒失 剛好有這個課可以上 剛好來這邊給他們互動一下 也可以算是阿公阿嬤 小孩子交流一下這樣子 滿不錯的啦 頭腦比較靈活一點 手腳 手腦並用都有夠到 就比較不會痴呆或什麼的 因為這裡的那個木偶戲團 感覺很有趣 然後也很多元的那個活動 然後讓我覺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很想要來這裡試試看 你有幫他把它 把它變漂亮一點 活動邀請陳錫煌 傳統掌中劇團主演陳冠林老師 交長者和小朋友製作戲偶 透過活潑有趣的方式 讓小朋友認識布袋戲 發現傳統藝術的魅力 同時增進祖孫的互動與連結 其實你說布袋戲為什麼有趣 就是我手上這個戲偶 它其實就是大概這個身高 這個尺寸 然後它可以很靈活在你掌上 比如說 人家拍拍手有沒有 人家拍手 然後上頭 甚至雙雙雞腳到 一讓跑步 一讓翻 轉 其實所以我們剛開始在學 就是小時候接觸到這個 布袋戲的時候 因為我是住在大道城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算老俠區 我們看五月十三夜勝風 看這個寶生大帝的這個 這個繞進活動 所以從小對這個傳統的 這種藝術就滿有興趣的 過去我們劇團呢 成群老師的劇團呢 比較常是在這個台北偶戲館 有開這個大事工出版課程 我們那些學生呢 那邊的小朋友 那都是學生啦 都是以小朋友為主 都是小朋友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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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次很特別 這次是我們長輩們 阿公阿嬤 帶孫 一起來學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覺得啦 就是現在的這個小朋友 跟我們這個長輩呢 他其實失去了一種 這種可能台下看戲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說 阿公阿嬤以前看寶貝的那個幸福 因為現在你小朋友 在外面看一場布袋戲 其實很困難 他沒有辦法回到過去那種 阿公阿嬤的娛樂 所以這個 這個課程我自己覺得 蠻有趣的就是 阿公阿嬤可以跟 我們這個小朋友 跟他們孫啊 來分享說 過去阿嬤 在台下 你看寶貝的那種 老力的情形 今天 阿嬤雖然在那邊看 但是阿嬤可能媽媽會寶貝的 阿嬤今天來教孫 怎麼幫寶貝的 所以我是來教這些人 但是其實是 跟阿嬤講之後 阿嬤跟孫說 你看寶貝的怎麼搶 其實 我自己覺得那個畫面 就祖孫這個畫面 就是很趣啦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結合大同區在地特色 安排一系列 與布袋戲有關的課程 促進長者社交活動 參與學習 並藉由祖孫合作 營造世代共融 友善環境 那我們想要借用這個場地 就是讓我們的長輩們 他們其實有些人 雖然住在大同區 但是卻對這個大道城戲院 他們卻不熟悉 也許他們曾經來逛過布莊 來過附近參加活動 但是沒有來過這裡 那我們這次想說 把這麼好的一個場地 可以結合我們這一次的課程 然後介紹給長者 也讓他們多認識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主題 就是布袋戲的這個部分 今年我們特別會有這個發想 最主要是因為像是那個 在我們大同區 有這個陳錫煌老師 陳錫煌大師 那他是我們這個布袋戲的 一個傳奇人物 其實那目前就是以台灣來說 他也是數一數二的 這個長中系的這個大師 那我們目前請來的這一位 陳錫煌老師 他其實是從小學 就開始跟著西方大師 一起來做學習 那他個人就是對這個布袋戲的部分 他很有興趣 那這一次我們最主要是想說 大師在我們這個大同區的這個特色 也讓他就是說發揚光大 讓我們的民眾可以拾起以前小時候 對這個布袋戲的一些記憶 這一堂課我們最主要是讓長輩 跟小朋友一起動手做 就是做這個Q版的人偶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課程啊 老師就會教導說這個人偶的一些操作啊 包含一些口白的說法 那在最後我們會有一個成果展 也就是讓長輩啊跟小朋友 他們一起來操作這個戲偶 就是在這個戲曲裡面的這個角色 然後讓他們就是來做這個成果 然後也讓他們會有一些成就感 因應台灣高齡社會區市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希望透過舉辦各種樂靈健康促進活動 鼓勵長輩多多參與 豐富銀髮族生活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耶 記者林奇惠 台北報導 內衣行業的領軍人物 擁有20年經驗的台灣內衣教母 廖明珍近日分享了他品牌的最新動態和成功秘訣 從負債八千萬到創立深受喜愛的內衣品牌 廖明珍以堅持和創新成為業界的佼佼者 因為我做好的東西給消費者 這會造成一種良性的循環 所以我在第四年之後 可以很穩健的去發展我的內衣庫生意 他還強調優質的客戶服務是品牌成功的關鍵 把客戶服務好這也很重要 這一理念幫助品牌贏得了大量忠實顧客 促進了品牌的良性發展 把好商品做出來 這是一個企業主絕對不能掉以輕心的事情 再來就是把客戶服務好這也很重要 此外廖明珍在2022年進軍自媒體領域 分享他的經驗與見解 他表示希望通過自媒體能夠傳遞更多的價值和經驗 讓更多人受益 那我在這2022年開始做自媒體的時候 其實算是早一點 有紅利 什麼叫紅利期嘛 就是流量比較好 所以我很快的時間在自媒體的部分 也把我帳號給做起來 廖明珍的故事展示了堅持與努力的重要性 他相信行動是成功的關鍵 困難並不會致命 只要堅持下去 就一定能克服挑戰實現夢想 因為事情如果你計畫了三年都沒做 你怎麼去調整 所以先做了再說嘛 不是就做了再協調一下 再改進一下 那就慢慢會達到成功的路徑 這也是我很特殊的地方 做就對很簡單的 沒有多大困難 困難也不會死人 記者聯繫會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強力查清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和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連兩屆奧運男子羽球雙打金牌 李洋等母校國立基隆高中 設置國家級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 終於有譜了 教育部體育署和國發會確認 將依據國立基隆高中提出的計畫 編列3.5億元 利用基隆中學大約兩甲的校地範圍內 興建國家級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 3.5億的部分 我們也是列到我們的一個計畫裡面去 那現在在這個部裡面的一個流程當中 那我們希望在8月底之前 可以寒暴到這個國發 其實行政院秘書長在7月29號 今年的7月29號其實也就合適了 就把教育 請教育部把基隆高中羽球館這個場館 放到一個優化運動環境的計畫 就基本上講就是說 這個案子已經有了 行政院基本上已經同意了這個案子 只是說他要再修正就要請教育部把這個計畫的內容 放到這個運動那個優化運動環境這個計畫裡面來執行就可以了 從上一屆奧運李洋和王麒麟在男子羽球雙打中拿下金牌後 政府就喊出要在基隆高中設置國家羽球訓練中心 成績將近四年後 李洋和王麒麟再度拿下奧運男子羽球雙打金牌 因此立委林佩祥特地邀請立院教育委員會立委林倩啟 以及國發會體育署基隆高中 市政府教育處和暖暖區三位市議員到基隆高中現場 討論會堪後 確認這項計畫將編列預算定案 我們會督促我們的體育署 在今年九月中旬的時候 盡快把他們針對國家級羽球訓練中心的計畫 會整完之後直接送國發會 而國發會在今年年底前能夠核定 爭取在明年開始正式動工整個場館 那我們剛剛也看過場館的大小跟我們所有的配套措施 我們相信說如果我們大家都可以積極地來作業 我們都可以積極地來去追進度的話 在後年甚至是後年或大後年 我們在基隆就很極有可能看到一個年旦的四年的這個羽球國家級訓練中心 佩翔會覺得是說很可惜的 我們等到這個二連霸奧運二連霸之後 我們才正式去專關注到我們羽球選手在基隆訓練的狀況 但是亡羊補牢回事未完 我跟前期委員我們會積極地來推動這個計畫 讓羽球在台灣在基隆能夠生根發芽 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它不僅是一個國家級的羽球訓練計畫 在奧運之後 那在我們的羽球有這麼好的成績之後 最重要的是透過這樣一個頂尖的計畫 能夠帶動我們全民體育的一個推動 那基隆高中還有在基隆這個區塊呢 是我們羽球很重要的一個中心 那也可以帶動不僅是北北極跟全球 全國在羽球這個部分的一個全民運動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這個計畫 在一定的騎乘 然後確實的執行 然後在下一屆的奧運前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不僅我們在奧運非常的有機會 而且能夠讓這樣子一個運動 帶動了全民體育 立委林沛祥也強調 會在立法院和林倩奇委員 持續追蹤這項計畫的執行騎乘 希望明年就能夠看到一定的成果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在立委林沛祥和立委林倩奇聯手爭取下 國立基隆高中設置 國家級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 忠於有譜 暖暖區三位市議員 連恩典 林敏薰以及陳冠宇 同感高興 因為可以培育優秀的 三級青少年羽球選手 不過因為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 預定地內 剛好有一間八獨里民活動中心 因此三位市議員不約而同 在會堪會議中 站在地方上的立場先後發言 希望興建訓練中心時 可以把八獨里民活動中心 一併規劃進去 八獨里的活動中心 那這個是我們要來處理的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那時候在想 是這個活動中心 有沒有可能放在我們 還有給一個空間 然後放在我們的這個線路中心裡面 那我想這個是不是可以列入去考慮 因為現在八獨活動中心的這個位置 正好也是在我們這個地域的門口 那目前還不知道要簽到哪裡 那總是在什麼地方上 你的活動中心 還是要讓它繼續存在 再說 建方這邊 然後跟我們中央的單位 可以跟市政府 丟進我們這邊 不管是教育處 還是民政處那邊 可以來說 希望說有一個里民活動中心 可以在這裡面來做一個使用 不然我們其實八獨 目前四個里 沒有一個里的里民活動中心是可以用的 我直接就扮明這樣講 四個里 沒有一個里可以用的 八獨里已經拆掉了 八獨里的那個土地 那個 那個 素色的那個 只有使用犬還 還有糾紛 那八獨里 八獨里就是我們現在用的 已經超過五十年的里民活動中心了 修散又修散 修漏又修漏 每年都花很多錢來修漏 目前的這個里民活動中心 這是我們地方的意見 其實今天八獨里的菜里長 其實是知道這個位置 會看的 那他本來也有跟我說他今天他會來 但是 不確定他是不是從頭第一點 知道沒有到 那如果說今天活動中心是 目前沒有放在規劃裡面 那我們在九月初的時候 就是體育署這邊要核定 那能不能集中這邊可能有不同的 你們已經顯示的校地 或者是由教育署幫忙找到第一點 我們用先見後猜的方式來回憶 裏民活動中心的使用需求 教育部體育署預定編列3.5億元 利用基隆中學大約兩甲的校地範圍內 興建國家級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位在新北市汐止區的武東山慈勝宮 因為聽聞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對鄉里大小市非常熱心服務又好 特地將一千斤的中原普渡拜拜白米 透過楊秀玉的媒合以及協助 轉贈給七肚區百福國中 作為8月30號開學後 包括百福國中 華新國小以及長新國小 三所國中小師生們的營養午餐使用 就是我們的武東山慈勝堂 捐贈了一千斤的米 那我特別代表這個就是武東山捐贈一些米 就是贈送到我們這個百福國中 那因為我們百福國中這邊有一個 就是中央廚房嘛 那我們就是造福我們這個七肚在地的一些學子 讓他們營養午餐能夠提供給他們 那今天剛好很巧 又是這個母娘的這個聖誕千秋 那我相信這個我們的母娘 會保佑大家平安健康順利 一千斤的白米由百福國中校長陳思斌代表收下 也感謝來自社會的愛心 因為百福國中的中央廚房製作的師生營養午餐 供應百福國中長新國小以及華新國小 三所學校大約一千一百位師生們使用 一千斤的白米大約十天就會用完 使用量非常大 非常感謝我們那個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楊副議長 再一次的那個轉贈給我們這一千斤的這個白米 尤其在每一年我們需要最需要的時候 就讓我們的師生再次感受到來自社會的這個善行 那公務部門的預算其實有限 所以說有這批白米呢 不僅可以讓我們學生吃得更飽 那我們有多餘的預算也可以轉為說可以做更多的午餐設備的修善 所以真的是我們每一年都會利用這種相關的集會跟學生宣導 有朝一日希望我們學生也能夠為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 然後大家都彼此感受到這個良善的風氣 楊秀玉也非常感謝武東山慈聖宮轉正百米的愛心 造福新興學子們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在我們眾生的主持人 即興 修立 問生意識 畫面上是雷成潭的道士拜師典禮 入門弟子林怡萱向禮物己道長正式拜師學習 隆重的拜師儀式 特別邀請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市議員宋偉利 民政處長張淵祥 文化觀光局副局長鄭鼎清 跟中山區區長徐雅文等貴賓一起來見證 齊許在年輕世代的投入下 讓道教科醫文化永續流傳 我會看到說 這個有沒有這個 師生的那種有緣分 再來就是說 看他的生成八字 對這種宗教 有沒有那個緣分 有緣分就說來為名下這樣子 這也是要看人 因為我本身自己就是有在誦經 那都是學佛法這邊的方面 那偶然間在電視上看到就是 在介紹一些道教的文化 那一直以來就是想說 道教是一個很深奧 然後不好進入的一個領域 那剛好也是一個因緣際會下 跟李老師這邊來認識 那認識了之後跟李老師這邊一接觸過後發現 道教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很多的專業在 今天這個門下 剛好這個就看著折個幾十兩日 今天剛才探見的時候 剛好市政府啊 副市長啊 處長他們 區長都覺得蠻疼愛 小弟我啊 就是說他們 邀請他們 他有沒有一不容辭 馬上就來參與說 要參加這個觀禮的儀式 我第一次見證這樣的儀式 那我必須要對雷誠潭的道長們非常感謝 在中元季這段時間 完全看到他們的身影 到今天為止 我們一切風平浪靜 都非常的順利 再一次謝謝雷誠潭 可以讓基隆一切平順 一切平和 讓我們人心祥和 那也希望學生們更努力可以接棒 帶帶相傳 多年來雷誠潭協助主持 基隆中元祭的各項科儀 也肩負起傳承道教文化的使命 期盼在年輕世代的學習與傳承下 讓基隆的良善風俗 跟道教科以文化發揚光大 永續流傳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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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装载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